欢迎收看大家话之 网路现在已经变成素人翻红 一个非常重要的捷径 在中国大陆给他们一个非常特殊的名词 叫网红 其实在茫茫往海当中 如何一军突起成为商业的利器 我们今天就解码网路红人的成功秘籍 现场来宾是专门研究网红现象的邱祺云 祺云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祺云我们就叫她Jacy 她其实是专业的网路卖家 专门在观察网路现象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中国大陆兴起的网红潮流 到底有多热门 网路红人很多吧 很多 其实所谓的网红就是所谓的网路红人 对那因为在中国大陆 以前刚开始有微博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会关注一些 网路红人写的一些讯息 跟一些分享文 其实跟台湾的那种部落客 是一样的状况 换句话说除了部落客之外 其实应该还有一些比方说 名媛之类的 或是怪咖之类的 应该有很多种类别吧 是是是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 都可以开微博 写自己的文章 跟分享自己的生活细节 什么的都有 也有人专门来台湾写一些旅游文的 对所以什么状况 什么什么样的角色都有 但前提是要引起关注 是是是 是是 对我觉得至少好像在大陆 最引起观众就是炫富 就是美人炫富 对 然后像这个光美美现象 其实就是美人炫富的其中之一 是 但是光美美并没有把它成为商机 只是说好像 现在好像看起来在大陆 这些网路红人似乎都是从微博 或是微信当中崛起的 是对 刚刚讲的那个名人 其实他是有把自己炒作起来 所以他的商机就是 他的商品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 对 那其实网路红人 他也是自身把自己当作一个品牌 在经营 然后炒作自己的生亡 像刚刚讲的炫富生活 然后炫自己的可能 美食的下午茶时间 或者是自己拿的包 然后炫富之后 然后拉抬自己的身价 然后来增加自己的品牌形象 所以拿的任何东西 或者吃的任何东西 使用的任何商品 都会造成消费者的关注 像炒作这件事情 其实不管过去网路发不发达 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做的 尤其比台湾厉害太多 我们可以从网路红人来看看 他们过去是怎么炒作 就看他一个发迹史 我印象中记得在以前 比较早年 我们在大陆采访的时候 有很多媒体炒作出来的红人 现在勉强可以说 他是网络红人 比方说以前会有什么 天仙妹妹啊 什么奶茶 福荣姐姐 奶茶妹妹啊 因为我们现在要一个 你怎么可以把福荣姐姐 跟天仙妹妹搞在一起 她是不一样类型的 天仙妹妹好像是在西南 在四川西南的一个 一个少数民族的少女 后来才发现她根本就是 一个摄影家去拍的 而不是偶然发现的一个美女 就大家会喜欢那种 看起来很清新的 有点仙气的那种美人 而且就是少女年轻 到后来就怪咖 怪咖类型出现了 什么芙蓉姐姐 搞怪类的 对搞怪类的 吸引人群的目光 对然后吸引过来 其实她 我们的认知是她搞怪 可是在她的认知里面 她是正常漂亮的 她是真实的在表达自己 真的吗 比如说像那个凤姐 对对对 每家都是真实在表达 她自己的个人特质 个人特色 对只是说 在我们看来 可能我们会 一般人会觉得她是搞怪 但是也因为她的搞怪 你也关注她了 你也关注她 然后注意她的一举一动 对所以这个也是 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记得凤姐好像是 在上海的一家电视台的节目 找她去 然后谈她的 谈她的这个 争有条件 争婚条件 对 她开出很夸张的条件 对 然后把她那时候 绝起来 对然后就说 她必须要北大 清大的研究生 然后年收入要多少钱 要一两百万 然后才有资格 成为她的未来夫婿等等 是对 这也是她一个人生目标 除了她的长相很特别 让人家印象深刻之外 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她的言论 就言论很夸张 所以这是一类型的 网络哄人 到现在应该就是比较像是那种 呃 假娃娃 我说假娃娃 因为她们都长得很漂亮 对 就很人工 都是女神 女神 都是女神来的 她们就是现在意义上面 真正的网络红人 对不对 是 她们都做些什么 她其实她 她的塑造的那种感觉 就像以前我们在台湾的网络 还没有FB的时候 大家单纯在亚护拍卖 在做一些销售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用关键字 都用小S 或是孙云云 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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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有类似这种关键字 然后去加注自己的商品 然后让消费者用关键字去热收到你 那刚刚讲的那种比较是女神级的那种 他过的 对 他过的 就是其实也是这种白润润的 皮肤白润润的 然后呢 每天也是做的美甲 然后也不做出众的工作 然后睡得晚晚的起床 然后可以吃很好的东西 过很好的日子 他其实会是呈现这样的一个 名人生活 然后名媛生活 然后让人家去 且不跟随 他是真实讲 对 羡慕他 然后大家也喜欢 看他们做这样的分享 现在最红的网红是谁 其实我们对于网红 我们有几个名单 我们曾经也曾经就是跟他邀稿过 就你自己在经营那个网店 你还会去跟网红 大陆的网红 大陆的网红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是有一位叫 嗆口小辣椒 嗆口小辣椒 他是干嘛的呢 他也是刚开始是先写微博 所以他不是靠长相取胜 刚开始 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一开始他们的长相 有漂亮 但是现在是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精致 那漂亮是一定有 那这个漂亮是本身的漂亮 还是用修图软理去修得很漂亮 皮肤很光泽 没有毛细孔 这种陶瓷娃娃 这就不可而知了 但是一开始他们真的是 纯粹在写一些炫耀文 分享 分享他们的每天的生活圈 然后久而久之就是微博 有很多人关注 那也许是他自己在卖东西 也许是厂商来邀稿 那我们曾经也是有下过几个部落客 跟他们邀过稿 然后利用他们在微博的发文分享 然后吸引客人过来 可以带进你人气过来 嗆口小辣椒 我觉得提台湾观众容易记得 应该是那个小株的绯闻女友吧 周杨青吗 我有记错他名字吗 那个好久了 但是他现在更有名了 因为他现在粉身团有比较多人 那之前跟小株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人数并没有那么多 小株的女友 那目前 绯闻啦 对 绯闻女友 目前是绯闻女友 因为这些网红 他们有一些很基本的特色 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至少现在大陆网民买 但是他的长相 一定要让人印象深刻 而且越越精致 对 那基本上 他是符合审美标准 也有神仇那种的 这个我们就 估计也不讲 不是神女 是神仇 他们背后都是被炒作出来 究竟是怎么炒作的 我们先透过一段影片 带大家去了解 网红到底是怎样练成的呢 正常路数主要有两类 一类靠才华吃饭 如天天在微博上打分辟图 晒宠物的大围满 还有一类靠脸吃饭 多数情况是一觉醒来 莫名其妙就火了 代表人物洗礼哥 网络小炮 但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 毕竟不是谁都能像 洗礼哥那样靠脸讨饭 轻松游走在 时尚与推堂的边缘 更多人的走红 都是因为背后 有一个团队在炒作 俗称网络推少 他们炒红一个人 通常分三步 第一步 网上发帖 雇佣水军 第二步 各大媒体跟进 大肆报道 据人物杂志报道 去年北京 华数产品公司 耗资百万 动用六名起圈 二十四小时三班岛 买关键词搜索 请大威胁段子造势 最终将旁麦郎 一个具有魔性嗓音的 陕西农民 炒得红遍全中国 打造出2014年 第一网络神曲 我的滑板鞋 所以其实网 在网红是需要有条件的 是不是 其实它需要有一些 长相 花的言论很特别 才能够迅速 在网络上炒红 是的 像刚刚明初姐的是 女神级的 那我刚刚有想到就是 其实我的微博里面 有曾经加过一个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那边的一个网红 他其实被炒作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他个子很矮小 然后长相比较特殊一点 然后男生 然后爆牙 对 那他个子矮小呢 其实他可能曾经 他是诉说 他是富家子弟 然后身体心脏有点状况 所以营养不好 长不大 长不高 可是因为家里面 很有钱 所以他在微博 发文的时候 其实就是坐在名车里面 然后旁边坐一个美女 然后他都会 因为在中国大陆 大家习惯称女朋友 就直接称老婆 所以这是我老婆 然后可能手上就很多人民币 在那边傻 然后吃美食 这样子 炫富 然后就表示说 他其实就是有钱人家的 有钱人家的子弟 这样子 后来被发现 其实 那是炒作 对 那是炒作起来的 有刚刚所谓的炒作团队 然后呢 利用他这样特殊的长相 然后跟有钱跟美女 然后在一起 那种差异性很大的震撼力 然后吸引很多粉丝 加入微博的关注 然后后续再推产品 再去做炒作 他这个显然就是利用 网民神丑的 这种嗜好 去做出来 可是绝大部分的网民 其实都还是审美的 而且他们审美 还不止女的哦 广告之后 回来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 充满了妖气的蛇精男 我觉得我特别不理解她 你觉得蛇精脸很美吗 你做的蛇精女 还觉得特别自豪是吗 是啊 你就不害怕 一低头把自己扎死吗 我宁愿一个把自己扎死 也不宁愿像你一样丑啊 看节目来宾互呛 她就是在网路上爆红的 蛇精女李恩希 因为一组超肩下巴 超挺鼻梁的照片 像极了动画片里的蛇精 网友惊呼是不是整过头了 之后她跟变本嘉丽 高调炫富 秀出芭比娃娃般的好身材 却也因此让她在网路上 迅速走红 我想说就是你们再怎么碰 你们也没有我有钱 我就算再整容炫富裸照 都是与你们没有关系的好吗 同样爱炫富 爱呛网友的 还有在网路上被称为 蛇精男的刘子成 椎子般尖锐的下巴 占据半张脸的大眼睛 比例实在不太对劲 不过仔细看看 两人的动态影片 五官似乎不像照片般夸张 当然有可能是修图修过头 但就因为夸张言论和行为 两位蛇精轻松串红网路 成为备受瞩目的网路红人 这不管是蛇精男 或是蛇精女的审美跟价值观 她的行为言论 夸张的行径是她成名的要素 每个网红其实各自拥有一群 死忠的粉丝 那网路世界如何让大家注意到她呢 其实就像刚刚的那个 介绍的那两位 其实我记得我看过那个节目 那个蛇精女 她好像本身还未满18岁 看起来不止 太艳丽了 走艳丽风 然后节目里面好像有看过 她就是还没有整形之前 其实也算漂亮了 只是她可能有她自己 想要的追求的那种艳丽的美 那蛇精男 对 所以像那个蛇精男 其实应该也是P2P成那样子 因为刚刚那个影片看起来 本人看起来 因为他们好像 没那么追子脸 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的话 就第一眼睛要大 对 然后皮肤要白 白皙无瑕 然后再一定要像锥子一样的下巴 就尖到不行的那个锥子下巴 所以女生要只骗人 要凹凸有致 身材上面也要 男生呢 很吸引人 对男生叫看起来瘦 但脱衣有肉 可是我觉得好奇 这个审美标准很特别 我一直以为男生 如果要在网络上面变成红人的话 他基本上应该要很阳光啊 很muscle 肌肉难啊 怎么会他们喜欢这种花美男型的 就是走那种视觉系路线的 这个才会叫做舌经男吗 就腰气很重这样子吗 不同怒术 不同怒术 但也因为大家在那个审美标准上面 有一套非常特殊的标准 所以他们就会去把自己整 可是一旦这些人 他成了名人 上了节目之后 不得了了 大家就说 先气不见了 可以来给大家看看几个 这个他是谁 这个就是 黄灿灿 黄灿灿 他是武汉大学的校花 对 也是在网路上被发现之后 就觉得他特别有灵气 但是后来他有一天去了上海某一个电影节 跟一个男明星手腕的时候走红地毯之后 那他发现原来他的本尊跟他微博上的这个照片还相差挺大的 可是还好 我觉得还挺像的 大家也太严格了 再看看这个 这个叫盛朗西 这个被金庸称为最像小龙女的这个 应该是指这一张 还说他长得像李英爱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啊 没那么糟啊 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脸庞上额跟下巴 其实比例是完全不同 可是这个应该是修图修出来的 对修的太长了 要嘛就是真的去修修脸 就做了什么为者 要不然就真的只是修图修出来的 好再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人 豆瓣母神张心愿 这个叫张心愿 他也是因为在豆瓣网 被很多大学男同志们拼命的转发 所以被叫做豆瓣母神 其实他长得真的是挺漂亮 挺像韩星的 你说跟这个上节目的能有多大差距呢 一个是三角脸 另外一个是圆形脸吧 其实插得还挺大的 其实看五官我觉得还插不了太多 我有气质感 对因为他拍的时候肯定是往上45度角拍 然后再来是这个 这个大家就要说公道话 我真觉得他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艺名叫男生 其实是女的 叫男生 网路上面的名字叫男生 他很像啊 就一个比较清纯 一个是上了妆 拍了那个沙龙罩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 你看那边的法令纹这么清楚 然后上面还有点 还有点那个重眉纹 这就叫修图 网络上面的世界本来就是假的 怎么能相信呢 大家还拿放大镜去检视 所以这些人说他们就没了 一旦亮相就没了仙气 所以是不是他们都活在美图秀秀里头 一离开那个美图秀秀就不能生活了 除了美图秀秀之外 其实大家都蛮会拍照的 现在每个人都是专业摄影师 所以像刚刚讲的有些地方有些角度 你知道自己的脸 或者是什么灯光 什么修图的软体 可以把最好的状况呈现出来 所以其实拍一张自拍照 其实搞不好他也拍了几十张 才从中间挑到一张 很完美的 是 那上节目因为是是实境的 然后是录影现场 所以365度 然后气质啊 讲话方式啊 都遮不掉 对 因为一个人的美 不是只有一个图片能够去呈现出来 因为从虚幻虚拟走进现实之后 当然就会不一样 这些网民 大家脑筋要清楚一点 但除了长相要引起关注之外 另外他们的言行 他还有一些炒作手法 在网路上面 他才能够引起关注嘛 比方说他们基本配件 一定要名牌吧 因为要炫富 他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他的身份 以及其实他的享受的生活 是这样的程度 所以他们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判断他是真是假 但是对对网民跟他的粉丝来讲 那个都是真的 然后拿了名牌包 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呛口小辣椒 他其实去年还真的被中国LV集团 邀请去走红毯 真的假的 对 所以 就是他们半周年性活动的时候 邀请他去参加什么 旗舰店 旗舰店开幕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当了来宾 然后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知名度 人家看中他的知名度 然后邀请他过来 那果然已经是社交名人了 对就有那种感觉了 他们有的人为了要炫富 明明在大陆 可是他就会故意拍一个角度 好像一副他在巴黎一样 有没有 就有这样子的人啊 我们找了影片找好久 那影片其实前一阵子在流传 大家FV笑翻了 就是在呈现这个 刚刚讲的网红的这个现象 他的那个影片 就是用美拍来拍的 然后他影片就是搞怪 他在他在陈述这个过程 他就拍先拍一个女孩子 然后那个女孩子 你就看他用手机在拍 那个菜单上面的美食 然后拍了之后 他上传 上传到他的微博 或者他的微信 然后他就写说 谢谢亲爱的 带我来餐厅吃美食 对 然后发了图 发了文出去之后 你就看到他把 他的手机放下来 其实整个镜头拉远 他是坐在那个旗楼下 然后路边 然后正等着泡面 然后泡面拿起来 在那边啃泡面 然后另外下一个镜头就是 他就是用手机在拍自己 躺在那草地上 然后咬了一根花 然后就说这种天气 就是要来这种地方 然后这样才舒服 这样子 就有镜头拉远 然后是一个工地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草坪 然后他就这样躺在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拍这个 他是被人踢爆说他造假 还是其实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营销的手法 这是一个搞怪 搞怪搞笑 然后在呈现说 陈述说 其实很多网红他在拍我们看到的画面 是这么的唯美 这么的美好的生活 其实拉远 他们其实在塑造一个形象 跟一个氛围 让你知道说 以为说我是过这种生活 然后羡慕我过这种生活 他们是在做讽刺的一个搞笑片 炫富是一个嘛 炫富基本配备一定要名牌 所以有事没事 是要站在马沙拉地旁边拍张照 其实是别人的车路过的 别人的车 他只是靠过去靠一下而已 这个是必要 然后再来他是要搞怪 他要出卖自己的私生活 他才能够在网络上面引起关注 对满足别人的那种特惠狂的感觉 那网红会不会自拍后来成瘾 然后变成他一定要去整形 越整越美 会哦会哦 其实我们每个月去广州 那其实在路上都会有那种 专门在拍那个小单的 那从以前就是可能只是做平常的商品行销 现在有时候在路上收到那小单 都是在介绍那个整形公司 整形医院 那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就是在发 那个传单是整形的 他是标榜 他是韩国医生来入驻 入驻广州 现在大伙都这样 对然后所以是韩国医生来指导 所以保证做的 就会像韩兴那么漂亮的 一个整形的宣传广告 所以先招引来 招引人变他的粉丝 然后再不断的美化自己 对对对对对 其实时代真的在变 喝下午茶 拿名牌包 就能成为网红吗 广告回来 网友提问 网路上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大陆网民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名词 他们说这叫二次元世界 可是大家明明知道那是假的 为什么要那么较真勒 网友就问了 他说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出现这么多网路红人 粉丝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JC 我觉得其实因为这些网路红人一开始也是跟我们大家一样 是一般素人 所以那个跟一般那种美艺人员 不一样 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是素人 我是素人 所以那个是很贴近的 然后他们会每天分享他们的生活 刚刚说的一些可能美食 拿的包 还是哪些去哪边玩 这些是有点像国外在做一些实镜秀 满足人家脱盔的心情 对我现在努力在上班 然后你可能刚刚拍了说你去巴厘到晚 是 对或者是我现在在磕我的饭盒 炫耀文 然后你说你在吃美食 对 其实会从别人的生活里面去得到一些小小的满足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大家想要过的生活 所以会把期望寄托在上面 还有猎奇也会是一种特殊的心态 像你刚刚前面跟大家举的例子 就是说 富家男那个矮小的富家男 对对 那个我觉得是有点像我们 台湾有一阵子不是很喜欢看乳花吗 看什么惠慈吗 那他们其实明明他的行径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那在医学的层次上面 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点问题 可是大家就以看消化的心态在看他们 对就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 非常的特殊另类 所以让人更好奇说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那这样的人格特质 你对你平常的生活跟我们一样吗 这个是刚刚讲的搞怪型的 那生活很平淡很乏味 所以很多的 要娱乐 对 粉丝会从某些的角度上面 希望去从那边可能我们耻笑他 或者是说从那边得到一点娱乐也好 会有这样的心态 这种心态真要不得 我觉得主要就是这几个嘛 一个是窥探隐私 另外一个是这个他们炫富 所以也有人羡慕他的富裕 再来就是群众当中的盲目附和的心态 因为你看到 对 你看到大家都喜欢这种价值观 所以你也去追求这种价值观 我觉得应该是这三种心态 还有无聊空虚啊 对 是不是成为网络红人之后就 也要有一种心理准备 就是你也可能你的隐私就不再是秘密了 你会被人家扒皮 我觉得他们其实很享受这种生活 很享受被扒皮的生活 被肉收的生活 他们很享受他们所有的生活的细节 很享受那种光明正大的那种曝光的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他们是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消费者也喜欢去做这样的窥探 他有可能会把他过去从小的时候可能很丑 就被起底啊 对 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些 非常不好看的东西都起出来 你没有发现这些网红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自信心 他可以说他没有整形 这哪里来的自信 对 他会非常的肯定说他没整形 OK 然后或者是他的背景就是怎么样 这跟台湾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台湾当然也有这种网络哄人 可是比较没有 我觉得那种自信度不太一样 对 方向不太一样 其实从素人成为名人 网红享受高知名度的同时 也要和名人一样忍受隐私被窥探 聪明的人应该就会把这个人气变成才气 今天非常谢谢JC丘琦 明天要进去跟大家讲这些网红的练金术 明天见 小姐 吃 小姐 小姐 大集团